oh my god 一个牌即将1670美金 够力了这次 够力了 拍先锋 够力了 呀 这是87 大家好 我是后称马来西亚最多米贝的男人 87美食频道的主要是讲赚钱加密货币 还有视频这些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有更新趣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感谢小铃铛 这样子我每次更新影片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然后第一时间观看我的影片 唉呀 3月14号要来了 3月16号要来了 我会眼红 到时候大家都会眼红 为什么会眼红 因为我们没有挖牌 我们会看到3月16号听清楚 我是2022年3月14号16号 我们会看到 至少1万位 1万富翁的诞生 对 没有错 就是Pi Network的先锋 你会看到什么情况 你会看到什么情况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这一群人 你会看到这一群人 但是我们会眼红 我们会眼红 我们会眼红 这些人买别墅 而且还是靠海 我们 OK 现在各位 如果你没有挖牌的话 我建议你们认真的 我建议你们 我建议你们 去医药行 跟Pharmacy说 我要买滴眼红的药水 OK 以防万亿3月14号到16号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眼红 等一下眼红的药水不够货怎么办 所以我们现在先未雨绸缪 我们先准备眼红要滴的药水 好不好 OK 讲到这里 如果你有没有注册欧益的话 马上通过我的下方链接注册欧益 可以享有非常多的新的福利之外 还可以免费进来我的Telegram群主 OK 我的Telegram群主跟欧益注册链接都在以下的 说明栏 OK 然后 大家 我最近在Telegram真的很少发布 那个加密货币的消息 为什么 因为我还在等着那个机会的到来 OK 等着时间对了 我会在Telegram大概给你们知道一下 我会买什么 买什么币 进什么币 OK 但是一定不会是派币 不是啊 就算派币我要买也没有得买啊 因为他没有上主网 我怎样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然后 等下再讲派了哈 我先讲一些比较正 比较正常的东西一点 因为派币是不正常的 就是因为他的不正常才有机会去到1670美金 好 OK 来我们 讲一下啊 美股大跌 Bitcoin 跌破40千 加密货币难敌全球金融的冲击 目前表现难维持 OK 我个人觉得啦 就是那天 因为我 有一段时间都一直在讲比特币会跌 果不其然的比特币会跌 果不其然的比特币就一直跌 然后他有一天的时候他突然冲一个10%啊 大家都在宽慌 OK 从这10%的时候呢 你们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我在出场了咯 你们还在那边宽慌 一直 就是all in all in 我市场回来了 我老实跟你们讲 市场没有那么快回来了 你能做的就赚那波段性的啊 5% 10% 20%啊 就刚好你入场的时机 是在最低点啊 他涨了5% 10% 20% 那是你 怎么说 那是你的幸运 OK 然后其实现在我之前也有发布过一个数据说 比特币 在6万买比特币 5万买比特币的人啊 已经就在上一次的那天 不知道大大前天哦 不是有一天是涨10 比特币涨一个10多巴仙吗 涨到44千吗 涨到44千那天啊 其实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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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已经割肉出场了 OK 所以大家真的要谨慎接下来的走势 可能这就是冬季 冬季一年两年都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可能要从啊 从重新设计过自己的投资方程式 OK 然后加密市场加密货币市场率不稳定 你将在Q2季度会回稳 OK 其实熊市的时候呢 加密货币熊市的时候呢 我已经很早很早就在那个 我自己有开VIP群嘛 我有在VIP群讲了 就是熊市来了 果不其然 我那天一在VIP 讲完了 不知道才过两三天 就突然一根大大银线这样子插下去 大红线这样子插下去 插了一个20多巴仙 非常的恐怖 OK 所以我觉得市场没有那么快回来 从去年的12月开始到现在 完全没有想要回来的迹象 所以我们就 我们只能熟猪带兔是这样子读吗 这个成语 如果不是的话不要笑我 OK 然后来我们讲回 你们最喜欢的PiNetwork 记得买眼药水哦 不然等一下眼红的时候 找不到眼药水的时候就完蛋了 记得3月14号跟16号 OK 然后我们又再看看这个网站哈 你们最喜欢的PiNetwork的网站 我们的选择是对的 Pi已经成功了 而且是非常成功 我除了Pi手我还能做什么 两年前我告诉我自己相信Pi 给自己未来一个希望 当那时我根本不知道Pi是什么 现在我也告诉你 坚定信仰 拿出手里的Pi将给下一代 甚至下下一代铺好路 Pi接下来不是挖金了 是挖钻石了 当一个月子挖一个小时 已经上万打底 当一年只挖一个小时 五万到打底 Pi总量一千亿生态开启 价格即将出来 到那时候挤拨头的人都想进来挖 挖完就没有了 几年后一个穷家庭 渴望一个Pi就像天上的清醒 咬不可及 我跟你说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写Pi的文法 真的是他们的饼啊 人家讲是画大饼吗 他们不是他们是画到外台工具啊 我只能这样子讲啊 到时候真的上主网啊 你们卖都来不及卖啊 然后他上主网过后你们能不能卖还是一个问题啊 好不要不要开玩笑啊 就好像啊 嗨快 嗨快已经上主网了对吗 嗨快啊 上了 然后之前那些在Telegram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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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几千个的 可以拿出来吗 拿不出来啊 拿不出来啊 所以怎样啊 大家自己有板给你看的 哦 可能过后可以耶 但是你们用脑想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嗨快的老板啊 你会放这些嗨快出来吗 可能会有一点一点的放哦 如果全部放的话 嗨快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相信大家心里有个数 你告诉我为什么派会值钱 你告诉我 我想不到任何原因 派是可以值钱的 我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 你告诉我啊 我我我看不到 然后你讲派有什么功用 支付吗 还是什么 如果支付的话市场已经有很多非常稳定的 啊稳定币 这么不用稳定币 要用派哦 啊 然后去年市场 的时候派也来沾一脚啊 说啊你们可以锁币啊 可以可以锁币啊 让币赚币样子的东西啊 讲难听一点还不是超人的 对啊 所以说 你不要把东西讲到好像是自己自创的哦 我相信在拍那 这个方程式出来之前已经有很多类似这样子了的 只是没有想到 我相信那个主理人也没有想到说我拍那我我 为什么为什么拍那我会这样子 对啊 然后就 哦 不赚百不赚啊 流量一大堆直接把印一个广告来赚那个广告费就可以环游世界了 对啊都不用烦了哈 然后你们就一直很非常愿意的哦出文章啊等等啊讲这些有的没的你看写到那么多我都我都懶得看哦 打赏这个打赏可以收起来啊打赏来做什么 哈喽派想网打赏收起来啊你到时候你一个派都多少钱了 然后然后你做么要打这个instaforex的广告 收起来啦打派想网打派network的广告放放你的那个派network的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邀请嘛怎么要放instaforex怎么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 遥不可及的天上的星星啊嘛就像天上的星星遥不可及啊嘛我都不敢这样子讲啊我都不敢这样子讲啊齁 真的是你们太厉害了我 然后你看几年了还在讲kyc 几年了还在讲kyc 然后 ok 讲到这里就算了啦啊这是我啊 近期内发的派network的第二个视频啊接下来 please不要叫叫我叫我出派的视频啊我已经 我已经讲到很累了所以之前我为什么停了好一阵子没有讲派因为派 派去派都没有上主网有什么好讲的没有东西好讲的齁只是然后就一直有人留言 这样哎呦我我很想念巴奇们讲派的节目啊啊能不能做啊过后我也是没有理好自从昨天昨天因为太多人 发那个图片给我了我就没有办法我做一下了啊因为太过莫名其妙啊啊我就做了一下了然后今天再讲多一下了讲多一下啊就算了啊 好近期内留言区please不要再再叫我讲派network了我已经讲到麻木了啊如果如果你要我拍一个节目啊来拍拍来什么的话 可以可以的哈给我看到派有一些实质的价值先就ok哈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先上主网先再来说啊我觉得一切都是等上主网再来说你现在 讲的减量啊什么质押什么全部都是不是来的啊没有上主网什么都不是就这样子吧OK好了就这样子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点赞 订阅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当然后你觉得一拍可以去到一千六百七十美金吗在底下留言给我知道你的想法好了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点 下订阅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当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 啊 啊 啊 是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